亲爱的 有时候觉得好累 也会在孤单中 流下眼泪 用力地长大 就算彷徨也在继续闯 勇敢着 所谓天黑 不过是 以为 生命有一种迂回 让我们释会 去飞 你 现在你 走到哪儿 一起 走吧 走到哪儿 再次 来 你要搬回林邦那里住了 没有 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 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你都已经回来了 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 你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因为别人 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 知道了 跟你说不通了是不是 你在闹什么 没闹什么 你 你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了 能不能成熟一点 你白天闹脾气 不给我看牙也就算了 你现在突然就要回新加坡 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有没有一点责任心啊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那天太冲动了 我混了头了 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哥 我 我 反省 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我道歉 对不起 你们都是我亲哥行了吧 谁是你亲哥 你们回来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我也很开心 但是 我们的确不能够像小时候那样了嘛 而且你们 总是觉着欠着我的 我就压力很大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缓冲 我还想起来 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 还有阳台出乌柜里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一块扔了 你 你不是要走啊 我怎么说 你也没问 李健健 李箱 月亮 咋的 你是去超市了 来来来 我跟你提 你们先聊 我不回去了 你们俩吵架了 没有 我们在谈心 那就是好好了 我还想着 给你们制造一些机会呢 谢谢你 李箱 我买了很多青菜肉卷和丸 周末 我们一起吃火锅呀 好啊 走吧 喂 喂 准备 干什么 吓死我了 子乔 上次你看到你妈 坐的那辆车我帮你查到了 是辆专车 专车 我把你的情况也跟司机师傅说了 司机也查了行程单 说是在华兴路那接的 到郭茂兰海下了车 子乔 既然知道你妈在本地了 这凌霄她爸不是警察吗 你让他们找应该比较简单吧 子乔 你听到了吗 子乔 走 这样我先报答 怎么了 没事 装美约我吃饭 我 我就洗澡了 我 我就洗澡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人在外门处啊 爸爸最操心的就是你不好好吃饭 来 蘸这个吃 这个香 不用了 猜猜 你瘦啊 你别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天天减肥 还是健康点好 不是你们觉得我胖吗 从初二开始 我的晚餐只有煮家跟煮青菜 这 都贵了 都贵了 来来来 现在多吃点 来来来 找我有事 微信转账也不收 来 拿着 一个人在外面手头宽裕点 不用 我有钱 你的收入不稳定 现在家里情况好 干吗非得挣那个辛苦钱呢 我看你还是找个稳定点的工作 你要是来教育我的 你就不用说了 我上次跟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跟你妈还记什么仇啊 都快三个月了 你不回家 你连个电话都不打 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吗 她不是说了吗 我要再不听话好好找个工作 就不用回去了 你妈也是希望你好啊 她是希望我多挣点钱 她不是老在家抱怨吗 早知道现在这样 以前能赚钱的时候 就应该多去拍点广告 多赚点钱 多攒套房 你妈 你妈她有的时候说话不好听 还跟奶奶说我懒 打我记事开始 给人家小孩都在好好学习 就我在不停地工作拍戏拍广告 挣钱 我进入青春季以后 我每天晚上要喝一大杯柠檬水 才能睡觉 为什么呀 因为我饿呀 我饿得睡不着 以前去到哪儿都恨不得带上 现在呢 别人问我在干什么 她都不好意思开口 嫌我丢人 我就不明白了 我凭我自己的努力工作 以前是 现在也是 我哪里丢人啊 我去拿来 我去拿来 多吃点 这样这个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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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几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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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觉得更丢人啊 灿灿 那是你妈呀 知道了 我会去的 还有 我不吃那个酱料 不是因为怕胖 是因为我对沙茶酱过敏 你都忘了 好 好 我好 Plz 别哭 别哭 不客气 起这么早 再赶紧吃饭吧 你看我今天 多做了这么多待会儿 是不是特别机智 赶紧扒我 你做个饭怎么跟做贼一样 我这每天容易嘛 我这刚开业 每天早上店里忙得要命 还得跑过去当贼 我这亲身头都快跟不上 对了 你不是有那什么维生醋片吗 给我吃两片 补补 自己买去 你每天吃我的喝我的 还这么小气 你是不是忘了 你买菜一半的钱 都是我给你的 兄弟之间这么计较 小气 我尝尝 来 你好 怎么了 你慢慢说 你慢慢说 在哪个医院 好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啊 师父 停下车 麻烦你 没到站的 不能停车 我有急事 您通融一下 我这在桥上没法停 唐灿 你还在家吧 你别上厕所了 你现在去我房间 进门 左手边 第二个抽屉里 把我的银行卡拿着 去长庚医院 我小哥出车祸了 我爸说撞得挺严重的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离长庚医院 越来越远 对对对 长庚医院 是是是 长庚医院 好好好 还有多久啊 师父 这桥怎么这么长啊 别急啊 妹妹 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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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 什么数字啊你 没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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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我小哥呢 你说呀 送来的时候 俺脸都是血 医生说 他们也尽力了 李建建 李建建 我跟你开玩笑的 李建建 你小哥他没事 李建建 你别哭啊 你小哥 你小哥他没事 李建建 李建建 逗你 怎么回事 李建建 李建 李建 子秋没事 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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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给你玩一下 你也去 没有 小剑 真的真没事 你看 都正常 正常 你有没有情种啊 这些事情怎么拿来开玩笑 吃了这么大剂量的安定 怎么能骑车出门呢 你这是运气好 装在树上轻微脑震荡 要是撞在车上 你小命都没了 先好好休息 住院观察两天 别乱动 谢谢护士啊 没事 病人要是吐了呢 记得通知医生 好好好 我拎 谢谢啊 你是不是 你吃什么安定啊 我没吃安定啊 那你吃的什么东西啊 刚才护士可说了 你血液里 暗定的成分特别多 好好想想 这什么药啊 维生素A币 胡萝卜素 日产膜剑 肿面还挺齐全 你这吃两天 做补补肯肯定没错 好 好 好 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吃呢 我看到晚上老不睡觉 我以为他看小说呢 原来是睡不着啊 明白 好 走 早了 子秋 雨萧 你在这儿陪着她 那个瘫痪一吐了的话 你就赶紧叫医生 行 我就回去弄饭了 待会儿我再送过来 好嘞 你是怎么 你回所啊 我得上班啊 我跟林孝聊聊去 好 那我回去弄饭了 儿子 你现在是不睡觉 还是睡不着觉 夜睡 就是睡不太久 白天有空我就打断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每次打电话问你好不好 你都是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你这叫一切多好啊 我怕你担心 那你这样我不是更担心 还有昨天你爸给我打电话 说你跟他说 这次回来就是看看我 是吗 是吗 你都上班了 你这 这能骗得了吗 他不会同意 他不同意 你也得跟他说清楚啊 这能骗多久 行 我给他打电话 跟他聊聊 当初 你到新加坡上学 那得照顾他 没办法的事我才同意 再说了 你的监护权还在我身上 爸 我都成年了 你早没监护权了 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 你说了也没有用 还是我来说吧 我也不可能逃避得了 你去说 大小伙子了 这事自己办最好 你一定要讲方式方法啊 别惹急了他 大儿子咱俩商量的事 儿子 今后碰上事了 不管是好事坏事 能不能跟爸爸说说 你现在长大了 爸也帮不上你什么了 可你 可你现在守着罪 你说你得让我知道啊 行不行 你赶紧回去吧 我还得上班呢 回去吧 你赶紧回去吧 赶紧回去吧 我还得上班呢 回去吧 你跟你空了 没有 我听爸说了 你认为我死了 在我们边走得好 我主要就是觉得 你要是死了 我不哭丧不合适 我这车祸出得可真值 这话能随便说的吗 我给人家 夹鼻子夹鼻子 身经病 哥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啊 你们都住在一起 你还不知道 他还不是什么事都跟我说 如果什么话都不说 才容易心里生病 你也知道 从小他不是好多事都跟你说呢 但你现在不是不愿意听呢 我也是很难的 你也知道 你等我啊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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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为伤口裂开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睡眠障碍 我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 年轻距离发病率很高 倒是你 光长年龄不长脑子 什么药都敢随便吃 又怪我了是吧 你儿把那个放在 药皮里谁会吃 你说你没事干吗 把那个安定 放过一种素皮里呢 本来 我是不想让小程 他和我妈知道 为什么呀 因为在家里 我是个不能生命的人 谢谢 你这就是恶性循环 你得戒掉咖啡 我们家里一天间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 会关心人的 而且更成熟了 像个大人了 那是 我现在也能独当一面了 我的那个小工作室呢 虽然现在还不怎么赚钱 但是我很喜欢 你这就是恶性循环 只要我努力 养家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我也有能力 照顾爸爸们了 看你得意的 别碰我头 我又不是小孩子吗 在我眼里 你永远都是在 那个面馆门口 就这屁股画画的 小黄毛丫头 你也就是看着聪明 还不是一个 被炸猪牌 就能拐回家的笨蛋 你呢 一个小堂上 差点跟牧师人走 你 你不要说这个 我都问了你还说 新加坡好玩吗 我都没去过 没怎么玩过 读书挺忙的 还要照顾我妈和小生子 每天都是那几个点之间来回 后来就上班了 也没什么心情玩 我毕业以后也挺忙的 后来 我们的联系也少了 好多你的事情我都不知道 有空你跟我说说 你想找什么 交你朋友了吗 没有 不是吧 真的 不过有喜欢的 什么样 漂亮吗 特别漂亮 特别可爱 有什么样的 反正我没见过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我 你同学 你就没有别的想问的 怎么烫的 怎么烫的 刚做我的粥 没拿稳 突然打翻了 整个碗都不小心扣在肩膀上 但没觉得多烫 就先去收拾碗的碎片 后来去林云间冲凉水的时候 才发现 皮和衣服都站在了一起 听着都疼 放心 早就不疼了 我说了不要碰我的头 小孩头上三把祸你不知道 天哪 怎么搞谁这样啊 手怎么拉 就是擦伤呗好几天不怎么碰水 这话还是糖菜做你的 说你咋的 看 她可不自己过来啊 她不敢见你们呗 行了 你也别生气了 我批评过她了 她就是细心随时随地都爱演 我真的没生她气 我还得谢她呢 要不是因为这事啊 我还以为李建建真的讨厌我 什么逻辑 脑子摔坏了 一点点吧 一点点 咖啡来了 咖啡来了 并没事 谢谢 听起来都苦 我的呢 你都这样了 你还喝咖啡 那有什么关系啊 对了 李建建喝焦糖 马其朵都加糖 那是因为生活太苦了 你和林霄的换洗衣服 洗漱用品 我都给你放包里了 我今天晚上有个采访 要不我就陪你了 不用 我哥不是还在吗 没事 林霄的睡眠障碍 真的没事吧 睡不着怎么可能没事 说不过跟那妈妈有关系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为什么去新加坡上学 还不是因为她妈妈吗 我就说奇怪了 她妈妈怎么突然 把她放回来了 你小心你哥 什么时候又回去了啊 她那个妹妹 不是很连谈吗 你瞪我干吗呀 我说实话而已 我早端奶了 她自己有腿爱去哪儿去哪儿 而且男生外向 说不定哪天 就被哪个野女人 给拐跑了 是吧 那 那也是没办法的 车停哪儿了 对面 你回去吧 我走了 行 注意安全啊 好了 去去去 你去去吧 我去去吧 给我吃一口 去吧 我去吧 你就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爸 上货 你是饿了吗 爸不是带粥了 你都喝完了吗 看你们吃东西 我不吃点什么 觉得挺无聊的 要不咱今儿晚上回去吧 明日能再过来 让你住院两天 等好了就出院了 我要不回店里 甜品没人做呀 先放放你的事业 心安心症病啊 我记得小时候 天不是这样的 你们还记得吗 小时候夏天在小区乘凉 妈跟我们说 天上除了月亮之外 最亮的那颗星星 是太白金星 什么都看不到啊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城市灯光多亮了 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 新加坡也是这样吗 嗯 也很凉 除非去山里 没有灯光的地方 或者天气好的时候 那咱们也去山里玩吧 找二姨 我不去 你二姨家厕所 跟住院连着 我二姨家早就不养猪了 不行 给别人添麻烦 也是啊 现在过年过节打电话 我感觉都没话跟他们说 很正常 你们都没在一起生活 有什么可聊聊 最多也就是说 你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小时候怎么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过吗 我刚去英国那会儿 天天都想回来 语言不通 吃得也吃不惯 跟赵老光天天对着干 只要是看到天上 飞过飞机 就要跳上去了 飞回来 说过 我也非常理解 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富二代都不能安静地 继承家里的遗产 那我倒是想帮忙继承呀 没人找我呀 我找你帮忙 等我以后赚了钱 都给你换 不不不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呀 你说得倒是好听 你这么聪明 赶紧把那个什么人给甩了 甩什么甩啊 我们好着呢 对 赶紧甩了 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怎么就不是好人了 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知根知底的 还知根知底 就他那疯疯癫癫癫的样 一看就不是郭日子 我就找人谈个恋爱 又不是找人郭日子 你真喜欢他呀 喜欢啊 你想清楚 你是真心喜欢他吗 反正 反正我挺开心的 开心的屁 什么 你哥说他就是个屁 你放屁 我哥才不会说屁呢 你自己问他 哥 他是不是诬蔑你 我是不是诬蔑你 当然 都这样了还大人啊 我怎么不能打你 赶紧把护鼠给我吃一会儿 不可以 怎么不能吃 上火 吃一口 吃一口嘛 吃一口 不行 耍我是不是 我不动你了 脸皮 不客气 我不是你妹妹 别能像谁屈时 扶我一把 站起来 站起来 我腿穿不起来 不可以 不可以 坐下 坐下 这 你们这么逗我有意思吗 三十八度五 没事 身体有炎症 发烧也是正常的 先为他吃这个药 多喝点水 观察一下 好 谢谢护士 不行 吃药 吃了 再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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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要多喝水 再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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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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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也睡会儿吧 我不困 我噎猫子 你睡吧 你这样看着可真孝顺 你别占我便宜 孝顺不是留在这儿的 睡吧 睡吧 你的儿子 你不让那儿子 Ary 我对你去空间 全搜 怎么回来 他在这儿子 还比我痛苦 你没有梦 就有对 你还没有梦 来 一个人的梦 城市里两个孤独的小孩 想要逃离城市的故事 他非常沉默 从不主动跟别人打招呼 同学们都觉得他是个怪胎 我倒觉得还好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喜欢说话 我常常看见他窝在书店角落 安静地看书 完全不理会周遭的世界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会在这里那里遇见他 他看起来就跟我一样孤僻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麻烦帮我查一下赫紫秋在哪个房间 好的 请稍等 谢谢啊 哥 不用查了 谢谢 谢谢 小哥到底在哪个房间啊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跟我来吧 好 我还没伺候过爸呢 就先伺候你了 慢点擦 谁给我蹭伤口呢 话怎么这么多呀 抬头 李健健 人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你乱装什么呀 你还没擦完呢 你先坐啊 我先给小哥擦一擦 好 没事吧 没事吧 小哥没事吧 你看我这样想没事吗 怎么说话呢 对了对了 我带了礼物 这里总是什么呀 我自己做的 哥 拆拆看看 谢谢啊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 我这几天做的 就这一个 什么东西 那怎么好意思呢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哥就是我哥嘛 谢谢啊 谢谢啊 是 来 十二号床俩体温 三十七度六偏高一点 基本没事了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等医生长安房以后再说吧 疼完了 来 这边没有擦到 弹好了 这边没擦完 不是 那边没擦完 这边没擦完 我这边没擦干净 你不停 装作 他在装作装作 哥 你去哪儿啊 我把你烧过去吧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有啊 我都是晚上工作 都快中午了 我请你吃饭吧 走吧 不如是想给你 好 反正那个雕塑论坛 什么人都有 很多人专门追着我骂 说我的作品根本没意义 就是华重俱重 要不是李尖尖 当时鼓励我坚持下去 我被打击的都要转专业了 我是问你 为什么喜欢李琴琴 这都是理由啊 我都找不到不喜欢她的理由 可是她没有让你着迷得要存比例 那倒是 不过这不重要 我要的呀 是灵魂伴侣 身体的吸引 存在都是一时的 所以你承认 她对你没有吸引呢 当然 上次我在雕塑展上见到她 我就觉得她特别鲜 也生也长的感觉 我就被打动了 你没有妹妹吧 我是独生子女 我爸妈也是 所以唐妹表妹也没有 所以你见到李尖尖 就很希望她出现在你家里对吧 对对对 我当时我就觉得 李尖尖就应该在我家才对 家里热热闹闹的 多有趣啊 李姐 很多独生子女 都希望家里有个兄弟姐妹 打打闹闹的 多热闹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你再考虑一下吧 你们俩做朋友没有问题 但交往的事情 还得深重 谈恋深重什么 深重考虑一下 值不值得因为一段短暂的爱情 而牺牲掉一个灵魂机会 好朋友 吃饭吧 想起第一次握你的手 你紧握像我是你所有 一个千千变大了 另一个变小了 岁月让我们再 中间相逢 好朋友 也好朋友 现在还有一个心 我的背影 去遥望 我向你住关的旧房子 有一天 你寻找新的日子 就像是一片叶子 飞向更远的树枝 那些岁月就像只是昨日 Goodbye goodbye my children 也许你离开这里 也许回家的路 越来越长 我断的走 不用悲伤 我会守在这里 我送你飞向远方 我会守在这里 我好痛 不应该需要帮复远方